父皇 母后 我来了 克尔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看太医 母后 儿臣没事 刚刚有意丢丢小事物 下次看我表演 李克 老子没找你麻烦 你还敢来 爹 你什么意思 我最近又没惹您 我问你 昨天为什么不来上朝 你这不能怪我 我上朝有什么用 我当个逍遥王爷 也就算了 难不成还真指望我历经屠治 开疆阔土不成 那岂不是让您和大哥为难 别废话了 快滚过来 还用你带着箱子过来干什么 你说这个 我是过来给母后送礼的 你给我送什么礼 抬过来 母后 这是儿臣送给您的礼物 这是 母后 这是儿臣发明的水银镜 克尔 这真的是你发明的吗 啊 对对对 这镜子儿臣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赚钱的 毕竟我还要给我妹妹们准备嫁妆 为了这水银镜的研发 儿臣可是将几年的零花钱都砸进去了 我府上的下人可是好几个月的阅历都没有发了 这不是镜子成功后 我立刻就拿过来孝敬您了 可真是苦了你了 既然你府上的资金都花光了 这镜子多少钱 母后付钱 那哪能让您付钱呢 人们都说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必然都有一个贤惠的女人 父皇能够成为大唐的皇帝 那绝对跟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这话怎么越听越别有 克尔 你钱都花完了 才研究出来的 这钱母后不能让你白掏 你这个镜子准备卖多少钱 母后 儿臣说了不让你花钱 就不让你花钱 不仅仅是您 像是我的几个妹妹 还有儿臣的母妃 以及其他的几位母妃 这些儿臣都是要准备的 这是作为儿子和哥哥该有的担当 儿臣不会把处于儿子的责任给推卸掉 这是一个男人的承诺 卧槽 行了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这钱不能让你出 也不能让你母后出 那也就只有你爹来出了 长者赐不赶辞 你这镜子多少钱 不多 这个数 你这还叫不多 一万罐你也叫的出口 给这么高的吗 那我可要加价了 爹 您这就不懂了 这全身尽可耗费工艺了 儿臣制作这一批镜子 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研发成功 最近才算是做出来的 嗯 一共多少钱啊 一共十七个 您给十六万罐就行了 嗯 你爹是差那一万罐的人吗 嗯 当然不是 其中有一面镜子是儿臣孝敬您的 哼 老子缺你那点钱吗 给你二十万罐 多谢父亲大人 不过这些钱 儿臣拿的实在是有些亏心 所以儿臣想用这些钱做点事情 还希望父皇母后应允 你想做什么 是这样的 去年冬季 儿臣就注意到 许多灾民被冻死在了长安城外 所以儿臣准备用这笔钱在长安城西北渭河边上 建立一个大唐皇家福利园区 这个是做什么的 儿臣准备将名下商行的一些产业的工作放在这个园区内 然后招募这些灾民 以及企儿 给他们攻击点吃喝 然后让他们干一些适当能做的活计 用来养活自己 这样他们长大之后 不管是成为一个普通的百姓 还是加入大唐的军队 为国征战 这都是与国有利的事情 你终于算是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既然为国办事 这事先上朝议论 然后钱肯定不能有你出 由朝廷来 别呀 父皇这事是儿臣的一片心意 儿臣想测试这个方法是否管用 如果一切管用 父皇再交由其他人做也不迟 父皇到时候给儿臣写个手书 儿臣找人制作成点 悬挂于园区之上 这样也能让这些流民和企儿明白父皇的仁慈 这手书我跟你写 这是好事 那儿臣随后去跟万年建令购买将冠的地皮 然后将地计给父皇您送来 嗯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为国办事 花你自己的钱也就算了 地皮难道还要你来购买吗 这样明天我下旨 让万年信令给你花一万亩土地出来 地计你自己留着 就算最后办不成 这地就算是赏你的 嗯 好啦 克尔 就听你父亲的 你想一想 你这园区的名声是为你父亲办的 如果你父亲一点钱都不出 让人说出去 有损皇家威仪 那儿臣就不推辞了 父皇没事的话 那儿臣就先走了 管吧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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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想你了 你是想三哥了 还是想三哥给你带的玩具了呀 就是想三哥了 因为也就是三哥你没事才陪我们玩 连九哥都不愿意跟我们玩 大哥每天都在忙 四哥 哼 好了 三哥今天可是给你们带了好东西过来的 什么好东西呀 三哥的礼物怎么样 三哥 你太厉害了 三哥 这个也太清晰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水银镜 是三哥给你赚嫁妆的东西 可是花了不少力气 三哥 实在是不行 我嫁给他也没什么 你就放心好了 一年以后 他长孙家要是能拿出比我给你的嫁妆多的聘礼 除非他们家有人跟三哥一样天才 嗯 三哥找你帮个忙 三哥 你说 三哥 Xfo